欢迎锁定今天的Focus世界新闻 我是叶佳柔 一开始先来关注在天气方面 美国东北部受到冬季风暴的影响降下了大雪 纽约市的能见度变低 而哈德逊和跟自由女神像都被笼罩在大雪当中 也让空中交通市大受影响 礼拜天已经有700架的航班取消 铲雪车来回清除路面积雪 受冬季风暴影响 美国东北部迎来暴雪 包括纽约在内各地一片白茫茫 哈德逊和自由女神像全被大雪笼罩 能见度低 这波暴雪预计影响全美2500万人 不过下一波大雪已经开始冲击美国西南地区 不少民众冒险外出采买就怕风暴家具连出门都困难 大雪冲击路空交通 美东当地时间周日超过700架航班停飞上千架引雾 但不止美国恶劣天气也影响欧洲 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 海拔2200公尺处发生雪崩 山区搜救人员随后找到两具遗体 但身份还有待理清 滑雪场空中缆车就这样停在半空中 南韩江源到滑雪场中末金船叙故 缆车故障停摆64名游客受困30分钟 索性游客最后平安下车 不过南韩今年入冬后低温不断下探 收尔多地却连续停电 一共1700户居民受影响 一度无法使用暖气 直到6小时后才终于恢复电力 TVBN新闻综合报道 回到台湾来看政治话题 十多年前参与太阳花学育的民众 今天是旗开记者会 重申反对重启服貌 更炮轰昔日的战友黄国昌 背叛当年的精神 不过黄国昌也反抢 真正背叛太阳花运动的 其实是民进党 当年一起站立立法院 太阳花学运再聚一起把炮口锁定 昔日占有黄国昌 但十年之后我们去看到黄国昌 他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 他竟然可以背叛我们当时 太阳花运动所提出来的这个诉求 跟我们当时的精神 跟当时初衷一致 拒绝重启服貌 批评黄国昌背叛运动 背离精神 黄国昌火大回呛 只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 这法过了快十年 仍没下文 到底是谁背叛 早色似乎搞错了 但当时受益者之一的柯文哲 也成剑拔 就有人要篡改历史 说太阳花运动只有反黑箱 没有反服貌 这是错误的说法 用新政治的包装底下 去包装了服貌协议 去包装了货貌协议 去包装了一个中国 去包装了九日共识 去包装了两岸一家庆 痛批柯文哲曲解太阳花初衷 太阳花价子就是公开透明 当年就是反黑箱服貌 你零费反正要变零九万 零九万是符合太阳花水 这话把服貌重启议题 再丢回给民进党 TVB新闻刘一山年轻轩 SNS小组台北长报道 而国民党则是 紧咬赖清德的房产问题 之一他购入的房产 是搭配了捷运绿线计划 年涨800万 现在更指出赖清德为 住家附近高达50亿元的 游艇码头开发案 在下指导期 全国最大的游艇码头开发案 是为了呼应赖院长 他的清水大台南的主张 2020年的3月 台南市政府的前水利局长 就接任台湾港务公司的董事长 台南游艇码头开发案 是谁得利 来应之一 跟绿营友裙带关系 亚国游艇公司 他飙走了 他飙走了这个高达 土地开发利益50亿的案子 亚国游艇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这个负责人 刚好就是台南帮的第三代 我们看了一下 他往年的政治现金 清一色 绿油油 原来政治现金都到你那里 就杀这名绿营 与台南帮互利益刚好 这游艇码头又在赖清德 台南新居附近 赖美宅距离新的安平港游艇 码头开发案 距离仅仅一点多公里 除了支持赖清德色草地皮 如今来应再质疑新居 外合作用万平公园与海景 时隔两天赖清德亲自反击 我也没有在我市长任内 在预计的开发区内 去购买土地 炒土地 通通都没有 躲了两天 赖清德终于回应了 竟然没有把他赖美宅的事情 推给中共的戒选 赖清德真的有进步 这个是典型的 用抹黑造谣的议题来攻击我 我所换的这个屋子是要自己住 不是用来租给学生 某些高价的房租 皇宫选民有感的居住正义 蓝绿白三位总统候选人 似乎都有把柄在对方手里 TVBH无愧 李祖恒追踪学会台北报道 而赖清德之前同意要公布高端疫苗的合约 而今天朝野协商就要求要召开临时会 虽然民进党的党团总召 柯建民怒斥国民党是潜驴济穷 不过最后他还是被动同意了 预计明天临时会就会举行 也会邀请行政院长陈建仁来进行专案报告被寻 自从副总统赖清德同意高端 隔约公开行政院迟迟没下文 在一党提案要求举行临时会 我们党显如济穷 爱象也诺 没有招乱搞一碰 一个礼拜过去了 还不公布 所以国民党诉求 明天就召开临时会 朝野协商拍板 民进党不以为然 被动同意只为拆单 临时会前国民党更加码 公布所谓高端股东会第四段英党 论文硬要美国国务院挂名却遭拘 那一群认为说 他在这件事情上贡献度不够 所以这个组织的他不想 不想责 他是说 你挂这个名有什么贡献吗 那我是跟他提议说 你挂名就是贡献这样 直接讲到挂名就是贡献 然后很开心的笑 那这个就是骗 民进党他们到底 是不是跟高端公司 有所不当的连结 其实是高端自己做的 但是想要美国国务院来挂名背书 保证 这叫做什么 挂羊头 卖狗肉 结稿前制定高端 没有回应 高端争议是否真能在选前 全部摊在阳光下 朝野持续攻防 TV新闻李建伟 李嘉辉 台北采访报道 人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高嘉瑜 是质疑对手李燕秀的财产申报有问题 苏勇位在美国加州价值20多亿的豪宅 不过李燕秀是驳斥高嘉瑜的说法 他澄清当初这个豪宅是用台币5000多万购入 一切都合乎法规 怎么会这么有钱 吓死人惊呆了 什么是这么吓人 高嘉瑜摊开对手李燕秀财产申报 发现他在美国加州有超大豪宅 有游泳池 然后这个规划这么好 都是豪宅别墅的高档住宅区 竟然在监察院的登记上 有6900平方公尺 市价是将近21亿元 李燕秀在105年所购置180万 美金事上面积是145平 高嘉瑜之一李燕秀2016年刚当立委 就跑去美国买豪宅 不知美国有资产对岸也有 就问对手这钱打哪来 李燕秀在中国的山雅 金基领路也有资产 未来是想要当中国人 还是想要当美国人呢 还是两个都可以当呢 今天下午5点以前 我的同仁也会上网重新做更正 对于高委员许多的指控 事实上跟事实有许多出入 同时间基隆选区也开打财产战 先前绿营正文庭质疑对手 林沛祥消失的财产申报 三笔土地四笔建物 背后又这层关系 你隐瞒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些财产是来自于罗杰建设 大家都知道你们的家族跟建商之间 有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 你就是因为要隐藏家族跟建商之间的金权关系 林沛祥拒绝回应郑文庭的指控 反要他选举回归政见 别胡闹 选举最后阶段大吵对手 方产争议 TVBS新闻刘一郡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选战倒数最后的五天了 民进党在高雄的立委候选人黄杰 要冲刺选票 是找来市长陈其迈的妻子吴宏 到市场去扫街 不过他前脚才刚走 国民党的陈美娅也到现场去拜票 谢谢 对 市长太太 卢医师 陈其迈妻子吴宏难得现身 这次不是帮先生助选 而是替民进党立委候选人黄杰助政 两个人走进菜市场逢人就握手 拉近婆婆妈妈们的距离 黄杰也要证明自己才是党内唯一提名 因为尽情坊间流传文宣 政党票投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变成了郭贝宏 一时间我们市党部就有澄清了 请大家认明民进党唯一提名的立委候选人是黄杰 那绝对是别无分号也拜托大家认得清看得明 黄杰揪成其迈的看去扫街败票前脚才刚走 紧接着竞争对手国民党的陈美娅也来了 握手拥抱通通都来 同样的扫街路线 蓝绿一前一后拼人气 菜市场扫街独挑大梁 空战的部分 陈美娅找来民众党的候选人蔡贝宏 小鸡们自己推进蓝白河互相鼓励 现在不能够完全是民进党 他们一党独大 大家都希望政党轮替 那我们在共同的理念之下 我也谢谢毕如姐 她非常的相挺 陈美娅 选战进入最紧张的冲刺阶段 像弄厮杀战 你先到我后面跟着来 互拉抢票 能拉一票是一票 TVBS新闻林一邦高雄报道 镜头转到欧盟来看 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他要提前辞职 参加今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 就被批评是不负责任 他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督欧盟高峰会 来应对新冠疫情跟俄乌战争这样的危机 而按照欧盟的规章 匈牙利总理奥班将会暂时担任欧盟的理事会主席 再来看是飞机上的头等舱 乘客闹事让其他旅客都遭殃 这名男子是带着儿子去坐头等舱 而同行的保姆则是经济舱 不过他要求空服员让保姆一起搭头等舱 被断然拒绝 就在飞机上大闹了三个小时 导致班机取消 全机旅客被迫改签 机舱内呛瞎的这名男子 帮自己跟儿子买头等舱机票 但是帮保姆买经济舱 而上飞机后以保姆要顾小孩为由 胁迫空服员 让保姆也搭头等舱 否则空服员就要全程帮他带小孩 被拒绝后进大闹飞机 事发在日前一架中国东方航空 从北京飞往四川搬机 男子从晚间11点05分耍无赖 闹事到凌晨2点将近三个小时 班机因此取消 全机300多人被改签 没有任何赔偿 男子被带下飞机后 还比出不雅手势 帮母跟着辱骂其他乘客 要有公共意识 也就是不应该影响的其他人 显然这是文明素质太低而导致的 第二 起诉和警方的处置也是有问题 我记得美国的一个航班上 遇到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乘客 是直接给拖了下去 没有公德性的行为 也发生在上海地铁 因为男子在车厢内 跟其他乘客争执 禁用吸尘器阻止地铁车厢关门 最后靠政务员按下紧急关门钮 才恢复行驶 而闹事的男子被行政处罚 TVBS用叶俊宏陈永文综合报道 而美国阿拉斯加航空 也有惊险的场面 当时这架航班是要从奥勒岗中飞往加州 可是起飞10分钟之后 机舱中断的门却突然掉落 导致舱内施压紧急迫降 乘客全都吓到不敢动 因为飞机还在飞 但是门不见了 美国阿拉斯加航空掉门事件 发生了三天过后 政府要查这门到底怎么回事 好家载就是没人坐在门掉了的 那两个位置 当下舱内紧急施压 乘客的衣服都被吹飞了 机长和塔台求救通话 最新曝光 机长赶快回报 飞机高度必须从当时所在的 16000英尺下降至10000英尺 当时才起飞7分钟 这道门就掉了 而严格来说 这也不是舱门 而是一道约翰冰箱 差不多高度的内牵势门 由其出示的这架飞机非常新 去年10月15号才首飞 至今也才飞过约150趟左右 美国FAA目前已经全面禁飞 波音737 MAX 9型客机 另外在日本的宇田机场 经历上周日航擦撞事件后 目前跑道已经整理完毕 1月8号正式重启事故发生的 C跑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全球关注是 已经届满三个月的尾巴冲突 目前战场主要是集中在 加萨的南部 不过约旦和西岸也非常的不平静 像以色列警方在扫射开车 冲撞的嫌犯的时候 却意外击毙一名四岁的 巴勒斯坦女童 警车红蓝灯闪不停 这里是约旦和西岸和以色列边境 根据以色列的说法 星期天一辆车朝以色列警方冲撞 警察举枪扫射 却误杀另外一辆车上 一名四岁巴勒斯坦女童 以哈冲突满三个月 悲剧不断发生 目前以军作战范围 主要在南部的甘尤尼斯和拉法 因为北加萨已经打得差不多 赵明弹点亮加萨夜空 从天而降的还有空头传单 用阿拉伯文告诉民众 哪些区域即将被轰炸 喊话不停战 加萨平民死亡数继续增加 其中至少70名巴勒斯坦记者 遭到杀害 最新又有两名记者死亡 一位还是半岛电视台 加萨分社长的儿子 这位分社长的太太 和另外一位儿子 以及孙子 上个月也在空袭中死亡 加萨人道危机根本没缓解 以色列最大盟友 美国很尴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开战后第四次中东行 在去以色列前 也只能和其他中东国家承诺 会和以色列好好沟通 TVH新闻综合报道 2024年对南韩政府来说 是要翻转低迷生育率的关键元年 因为数据统计显示 2022年结婚的夫妻当中 10对有3对是双心 没有子女的顶客族 向仁川市为了要刺激生育 就寄出了高额的补助金 育儿津贴可以领到18岁 南韩出生率屡创新低 为了鼓励生育 仁川广运市宣布 设置天使支援基金 对所有在仁川出生的小孩 提供补助直到18岁为止 累计金额达1亿韩元 未满8岁的儿童也能按比例 拿到儿童梦想津贴 南韩养育成本太高 越来越多夫妻选择过两人世界 最新一份调查指出 2022年结婚的夫妻 10对中有3对是双心 无子女的顶客族 南韩政府意识到日益严重的 低出生率趋势 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严重问题 决定推动制定特别对策 定调2024年为克服低出生率远年 南韩统计厅认为 出生率在2025年触底后可能反弹 但也期待透过机器政策 提早从2024年开始回升 请各界专家建议 提高出生率的创意政策 南韩统计厅也重新设计 低出生率统计指标系统 以便更有效地管理低生育问题 像是生育现状的调查类别 包括新生儿数 婚姻建设 以及对婚姻的看法指标 在家庭政策类别当中 在细分为支出规模 结婚生育和养育支援等等 包含了补习费和育儿休假指标 根据统计 2022年每个南韩学生 平均每个月要花41万韩元的补习费 折合近1万台币 父母的育儿休假使用率则是30% 南韩政府也将根据统计结果 规划更能刺激国民结婚生育的补助项目 体育编新闻综合报道 AI人工智慧可以让工作和生活变得更便利 可是有高达四成的上班族已经开始担心 工作会被AI给取代 专家分析也认为 AI的确可能会引发赢者全拿的局面 而劳动市场出现变化 也会对整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冲击 眼看AI带来美好的愿景 企业成本渴望降低 消费者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 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好的产品或是服务 但专家却看得更深远 担心优点另一面恐怕是难以承担的缺点 CNBC的最新民调显示 将近三分之一的民众都在工作上使用AI 七成二的人也肯定AI增加生产力 只是这AI让大部分的员工确实越有越心慌 会有这样的科技焦虑不是没有原因 专家说从历史的经验上来看 现实恐怕很残酷 重量级的经济学家萨克斯就表示 过去四五十年高科技浪潮之下 接受高等技术性教育的民众站在浪头上 这样的情况未来五十年可能还是不会改变 但同时也代表很多民众会在赢者全拿的世界里 再不再沉 末日博士卢比尼也担心AI可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 很多原本光心亮丽的白领工作一夕之间 可能完全变样 根据国际劳动组织最新公布的报告也指出 面对AI快速发展 遭到波及的女性员工数量将是男性的两倍 恐怕严重拉大职场性别不公平的现状 因此经济学家认为 企业以及政府应该扮演的责任也跟以往大不相同 经济学家呼吁公司的福利以及正义 政府的征税政策等等都应该因应AI造成的冲击而做出变化 尤其这将会是长期性的改变 专家也强调 AI浪潮造成的冲击不只是整个经济市场 还包括整个文化社会层面 应该思考让AI带给人类什么样的生活 不该是为了成长而成长 而是协助推动更包容 而且永续的生活方式 TVN新闻综合报答 另一种新科技就是新能源车的充电设备 像华为就推出了全翼冷超充的技术 号称只要充一秒钟就可以续航一公里 要实现一杯咖啡满电出发这样的愿景 另外还有地方政府是要推动车网互动 让电动车反向来替电网送电 让电动车成为灵活的除能资源 接上充电设备 一台电动车充饱电得花多少时间 大陆科技巨头华为推出的全翼冷超充技术 号称能实现快充一秒续航一公里 这速度真的快 快要赶上加油了 充电有如加油般速度 全翼冷超充最大输出功率有600千瓦 最大电流600安培 更克服了电动车高原补电需求 在穿葬公路上休息区设置充电站 传统的风冷充电桩 在高海拔空气稀薄的条件下 散热能力大幅下降 而我们在318穿葬超充滤浪上 采用的创新血液冷超充技术 能够在技术上有效地提升 在高海拔地区的大功率输出能力 这样的全业冷超充技术 近日广州的充电站也开始投用 能同时让68台电动车充电 每台最快5分钟就能续航300公里 大陆发展电动车阻碍之一 就是充电速度 过去还被戏称充电一小时 要排队四小时 现在却是一杯咖啡满电出发 大陆各地都喊出要加速建设 深圳要成为超充之城 广州市超充之都 海南瞄准超充之道 我们认为2023年应该是咱们超充的原年 头部企业充电桩的建设如火如荼 已经形成了一些规模的优势 接下来的5到7年将是超充的高速发展期 甚至是一个爆发期 超充技术解决电动车驾驶充电焦虑 带来巨大市场显力 广州一家充电桩设备工厂 去年订单就成长两倍 业者余估未来两三年超充站点将会大量布局 除了快速充电大部分官方还推动建设车网互动 预计2030年要达到规模化 那么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正在向电网反向送电 经过1.5小时它可以向电网送电近30度 获取近30元左右的收益 所谓的车网互动就是让电动车 透过充放电装置反向给电网送电 让电动车成为灵活性的储能资源 以公用车为主 那么公用车每天晚上大约7点钟下班 而恰恰在我们的夏天和冬天的两个季节 也是我们电网比较紧张的时候 晚上7点到12点这个时间 可以和电网进行互动的放电 再利用凌晨0点到8点的低谷时间 给这种公用车进行充电 北京也已经有首座车网互动示范站 开始商业化运营 驾驶可以先在家里充电 办公室放电获取额外收益 一般每天正常的工作日 深度参与的情况下 大概能放35度电 我的车的电池容量是65度电 8年15万公里 大概也就是400多次循环 可是我电池的这个放电能力 能到1000次循环以上 大陆想借由车网互动 缓解电网压力 不过这种做法牵涉到电动车 电池寿命 电价也得符合成本效益 能不能真的实现理想 成功推广恐怕还需要时间验证 TPBS新闻综合报道 天气方面要提醒您 本周三开始会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而且可能会是接近寒流的等级 更多讯息我们要交给记者 今天早上起床 大家应该都觉得蛮冷的 不过白天气温有回升 但是气象专家贾欣欣 今天表示 10号周三将会有一波冷空气南下 而且有接近寒流的几率 预估最低温会出现在 10号的深夜到11号的清晨 苗栗沿海空旷地区 有接近或低于8度的低温 专家也指出 9号受到水汽移入 台中以北以及宜花东地区 会有零星的短暂雨 而11号到12号下午 零星山区转为多云 13号到17号 环境转偏东风 宜花东地区深夜到隔天清晨 沿海地区容易有零星短暂雨 不过后期的预报 不确定性还很高 下个月就是农历春节了 饭店是陆续涌进了不少尾牙订单 而且热度是超越疫情之前 有的饭店接单已经逼近九成 不过考量到桌架的成本 有不少企业现在选择到餐厅 来举办违行尾牙 刀叉碗盘杯子一一摆上 准备宴席 进入尾牙旺季 各大饭店订单暴增 超越疫情前荣景 接单逼近九成 其实在三个多月之前 我们的这个尾牙的预定状况 就已经非常热烈了 那么在周四到周日这段期间的 这个晚上的尾牙场 已经将近客满 今年非常多的这个大小企业 都已经恢复了这个举办尾牙 所以呢今年尾牙的这个业绩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有大概小幅成长10%左右 尾牙接单望 今年尾牙桌架相较疫情前 高出约一成左右 菜色也升级 像是这间五星级饭店 就推出了以永续为主题的 尾牙方案 用当地食材入菜 每桌食味25800元起 但询问度依旧热络 这个价格上面的话 如果是选择这个永续专案 那这个价格的话 跟去年就会有小幅的这个调升 那么在管外的这个 外汇尾牙的部分 那我们因为是采取 以价质量的这个今年 是这样子的理念 所以在这个价格上面的话 就有小幅的调整 企业定桌不手软 尾牙出现报复性消费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有88.4%的企业 有计划举办尾牙 高于去年的74.8% 是11年以来的新高 调查也发现 有高达8成3的上班族认为 公司举办尾牙 有激励员工的效果 更有42.2%的人透露 如果没有尾牙会想辞职 可见尾牙是员工决定 去留的关键指标 那至于在这个尾牙举行的 比例创11年以来的一个新高 当然毕竟因为整个边境解封 已经满这个一年以上 而且就疫情的这个降级 整个企业举行尾牙的意愿 已经恢复常态 也就是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 一个水准 那当然希望企业透过这种 尾牙的一个活动 可以像是宣布这种调高薪资 或增加年终奖金的消息 来这个激励士气 甚至提高员工的这个忠诚度 饭店业餐饮业 今年业绩迎来大复苏 有能力举办尾牙的企业数增加 但缺工和通膨问题 不管是食材还是人力等成本垫高 让饭店只好以价质量 定期价格水涨船高 使得不少订单是流到餐厅业者 抢企业尾牙大饼 春节脚步越来越接近了 不止各大饭店的尾牙订单暴增 餐饮业者也纷纷推出了尾牙专案 像是这间火锅店 从500多块到1580的套餐都有 并且一般的饭店的一桌凍折上万元起跳 价格是相对亲民 如果说像一般现在饭店的业者一桌 大概可能要一万五一万六起跳 那因为我们这边价位是有很多种不同价位 那价位来看的话也相对来讲也比较亲民 那也相对饭店来比较下来都是比较划算的 饭店的起桌价越来越高 比起大型企业 凍折几百人的尾牙厂 不少中小企业尾牙或部门聚餐 是选择到一般餐厅举办 业者表示订单是比去年多两到三成 主要话是因为今年其实就是 餐饮业其实持续在复苏嘛 因为去年的话还是有的疫情的影响 那到今年来讲其实是整个餐饮业整体复苏 因为我们的价位是从598一直到1580 所以以现在的所有的一个来聚餐的部分 是非常好入手的 所以我们有相对比去年来的成长 饭店餐饮业普遍乐观 看好今年尾牙接单表现 尾牙春酒市场复苏力道抢劲 营运动能渴望持续升温 TVBS新闻谢谢喜欢万伟留言宣台北采访报道 而热度也在升温的还有酸菜鱼料理 这几年餐厅是越开越多了 和连锁餐饮集团也看准 食材单纯容易控制成本 都选择进军这个市场 要抢供20亿的欣赏集 新鲜乌鲤鱼经过高温洗礼 掌握最鲜美的食客起锅 店家特制香料油 爆香花椒 只留香气 热油变色 瞬间放入干辣椒 一克都不能等 立刻浇在三彩鱼上 最后撒上菊花瓣 色香味一次到位 在台湾酸菜鱼的风潮还在发烧 其实我们从2019年在冯甲 开始第一间店以后 在台中开了三间 然后台北今年 在2023年也一次展了三间 分别是信义区有两间 然后跟现在西门町的最新的一间这样子 然后在于2024年的规划 其实我们一直由向往高雄的部分出发 甚至说竹北 桃园 都是我们的一个设略的一个地区 希望说2024年我们可以再展二到三间店 从台中起家的这间酸菜鱼餐厅 早上11点门一开 素无虚席 楼下后卫人潮也不间断 在中国大陆形成风潮的酸菜鱼 原本其实只是一道菜 但聊到台湾要能持续红下去 业者就搭上了台湾人喜欢吃火锅的习惯 让酸菜鱼里头可以加入各式各样的配料 像是我手上的鱼皮或是猪肉牛肉 都可以加在里头 让酸菜鱼走向火锅化 酸菜鱼酸爽口感 刺激味蕾 加上食用方便 大口吃鱼不用害怕鱼刺 菜色呈现又丰富 鱼肉 猪肉 牛肉 蔬菜和菇类通通有 也满足台湾人喜欢吃火锅的共食乐趣和温馨感 其实我们会发现台湾人除了去日本韩国以外 另外一个很多人去的地方叫做泰国 那泰国其实他们的餐点都是偏酸偏辣居多 那尤其酸又是特别的著名 但是自从酸菜鱼出现之后 似乎在酸的这个品项上面又多了一点新的选择 酸菜鱼没有复杂的餐点口味满意度高 食材单纯成本控制容易 会被餐饮业者向重 主要也是因为设定标准化容易 繁桌率高而且可以精神整理 一年市场商机上看20亿元 我们在一开始设计这个整个厨房的SOP的标准流程的时候 就把出餐的速度顾虑均去了 所以我们在出一锅的时间大概是平均大概三分钟左右 那如果是连续出锅的话 可能我们数分钟大概可以出到10到14锅左右 平均客人上门大约60到70分钟就会离开 但相比传统的火锅要自己烹煮 加上等待时间就远远超越酸菜鱼 多家餐饮集团纷纷抢供这块大饼 预估2024年还有近50家酸菜鱼餐厅接连开幕 甚至连美式卖场都抢在年底推出 疫情前的个人小火锅开始慢慢的又回到 从可以群聚之后 好像大家又开始习惯了吃到饱 或者是这种大桌菜的形式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 其实台湾的整体环境 地理位置跟气候 坦白讲还是属于炒食门热的一个地方 那像这种酸菜鱼或是麻辣锅 它本身是口味比较重的 其实多多少少有的会引起 就是大家的食欲 很重要这一波是开始有一些网红 然后有所谓的厨师在带动 甚至有这个国内知名的餐厅品牌 所以当有几个重要的意见领袖 在引导的时候 这个产品就会慢慢发小 那还有另外我们刚刚提到第三项是 大环境成熟 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在冬天 大家相对比较想吃火锅 而酸菜鱼一大盆的呈现方式 也有助于拍照打卡 社群推播 画面能触及更多的人 但相比过去 从日本来台引发民众排队的汉堡排专门店 因为主打个人餐 在呼朋饮办聚餐的传播力道相对薄弱 照片上的呈现也稍嫌单调 而且并非是台湾人传统习惯的餐饮形态 这个当大家所谓快速模仿效应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就会 这个我们常常讲说 视觉疲劳 口感疲劳 味觉疲劳的现象会出现 所以我才会刚刚有提到 他会红多久是个大问题 毕竟饮食习惯根深蒂固 餐饮业者抓准台湾人喜爱的口味优势 确实在市场上就能保有一定的竞争程度 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 今天在高雄扫街 但也碰到一些状况 常有民众辱骂他 谎话连篇 黄金周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柯文哲一早就遇到民众呛瞎 还好状况立刻解除 不影响接下来的车队扫街行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不但有民众组车队陪同 还有粉丝在路边加油打气 甚至休息时间 看到等着鲜明合照的民众 已经排成了一条长长人龙 也让他对蓝营 最近频频喊出的联合政府议题 说出自己看法 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变内阁制 修宪太复杂了 所以就要从变成叫 就说叫宪政常规或什么 要一步一步去处理 联合政府本来就是一个目标 我今天只是不喜欢 国民党到选前你知道 他讲那个 我也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在操作气宝 不能直接打枪国民党的联合政府 对于韩国瑜公开喊出气宝呼吁 他也加码爆料 私下场合讲的才是真的 韩国瑜怎么讲火友宜拜托 我只是说不想再公开场合讲 只是爆料却欲言又止 因为前一晚 在高雄的肇事晚会 虽然现场号称就涌入了约8万人 加上网络直播人气爆棚 从空拍画面场面壮观 但人稀是否变成选票 他也没有把握 当你做的事情是 是在历史上低贱的时候 你也不晓得那个到底怎么回事 会怎样 坦白讲你问我我也不晓得 所以每次讲说 历史事件常常要过了以后 才回看才知道说 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 大选投票倒数 柯文泽一早继续锁定高雄风凰扫街 要来感受民众热度 TVBS新闻南部绽合报导 而赖清德的医疗界选票 是不是有松动的迹象呢 民医施警中就指出 不少医师群组在号召转投给国民党 沿途支持者热情拿着旗帜挥舞 选战最后一周 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 首度启动车哨 手不断挥舞 比着二号赖清德微笑 但看得出疲倦 平南地区出发 尤其这个选区绿营分裂 看看路上随处可见 因为排黑不可再选的苏正清 儿子苏孟权出站标语 就是冲着新潮流而来 而另一头 民进党提名的徐富奎 则是高挂守护清廉 从南端出发往北前进总统府 有他的道理存在 更何况八年前四年前 蔡英文总统也是走这条路 这条路是胜利之路 就是希望复刻蔡总统模式 只是赖清德有隐忧 倒数时刻民医师警中 却突然发文 只有好几个医师赖群组 都在说要投给国民党 民进党选情不容乐观 我是来自一届 对一届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了解 我也是最有诚意 最能够解决一届各项问题的人 因此我希望一届 都能够鼎力支持我 不要相信为了选举 才乱开支票的人 确实现在要凝聚基本盘 就怕炫票悄悄流动到低音手上 但清德的车扫第一天从平南出发 当然一路要来往北走 就是希望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力量 以上是TVBS新闻 吴可言 而侯友宜要拼是翻转南台湾 他跟党主席朱立伦一起到台南扫街 也高喊南部人并不亏欠 民进党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 跟着党主席朱立伦回到台南来车扫 可以看到现场的人潮非常多 巨幅国旗在台南挥舞 选战倒数五天 侯友宜决战南台湾 台南市平30年 中央政府 特别选举 一直到现在 18年 甚至 比较做总统 18年 20年 南部人 无疼 要南部人觉醒 这么挺绿营却换来一片绝情 车扫前大批支持者齐聚呐喊 当主席朱立伦也以台南女婿身份 回到家乡赞相 选战最后一周 契科保侯 走到最后 我相信台湾人民是抵护的 台湾人民要完成政党论率 一直 積重力量 积枝 和友谊 照照康 看来气科保侯 目前还是能做不能说 倒是对绿营的批评 14年经济成长率最低 十年痛苦指数最高 这人民感受最深的 你去楼梯看看 很多市民经济 生活很痛苦 这是人民最重要的关系 不要老是自我感觉良好 对 一字一句 好好对民众说 TB室文 李明珂商与台南 长报道 李明珂商与台南